歡迎各位又來到我們FM105.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點到12點鐘的廣播 今天是星期四,應該是說多倫多的地產 但是今天我們有一點特別 因為疫情的翻譯,我們有一些特別的專訪 或者我交給Bang,由Bang去介紹今晚的嘉賓 首先大家都知道,大多倫多市在上星期 進入更改的第二期禁止之後 楊克區隨即在今星期一,剛剛過去的星期一 也宣佈了會用更改的第二期的封鎖 這個封鎖對於很多商業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今天很幸運,是號召了平日在星期四晚 下半場才說商會的一些議題 今天我很幸運能夠邀請到 多倫多華商總會的代表,每一個會的會長出來 包括一些在過去亦都加入會長的一些商會的前輩 他們出來講一講他們的商會現在在積極性方面 如何去接助他們的會員 以及在考慮有什麼可以幫助大家 今天你們剛剛聽到的聲音那個就是 Dosep Wong Dosep是萬列王華商會的上任會長 這個Confederation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Business Association 就是多倫多華商總會是由四個華商會組成的 包括密西沙卡華商會 今天密西沙卡華商會的代表就是斯辛珠 朱鴻欣先生 他亦都是一位知名的知心的會計師 他在這個疫情中的商會 亦都為他們多倫多的西域 簡介意西域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另外一個會是一份之的就是MRVCBA 因為我們用這四個會的排名 是純粹用他的會的字母的思考次序而定的 第二個會我們今天介紹的是 萬列王華商會的會長朱鴻書的Michelle Chu 他今天會講講約克區了 公所之後 其實我們這個萬列王華商會 可以在約克區做些什麼呢 另外就有多倫多華商會的Theresa 這位新的會長 上週他都跟我們談過關於他們商會 如何可以在多倫多一個古舊的城市 亦都是多倫多今時今日疫情是最嚴重的 每一天他見到全三一半的疫情在多倫多 多倫多華商會可以做到什麼呢 另外今天我們也有Kenny Vann Kenny Vann也是萬列王華商會的前會長 上星期我們也講過他有一個挺好的提議 可以怎樣盡快恢復消費者的信心 消費者的信心怎麼做來的呢 就是希望去到一些地方 光顧員都會帶回病菌回家 或者你去光顧的時候 那個食肆那個零售商是歡迎你進去的 是不怕你帶回病菌進去那裡的 那大家就希望有一個識別的密碼 可以即時追蹤到 那麼要配合這件事呢 基本上是很大的技術 那麼這一部份呢 我們會大致上會在我們節目的下半部 先說這件事 首先呢 我很欣賞史蒂芬珠 當然我們是壇主 是吧 蕭公子呢 他就是無論聽蕭、吹蕭 每樣都比人的 所以叫蕭公子 那麼就 其實今天呢 今時今日呢 希望這個節目呢 可以是 給大家一些資訊 那麼 想想問問 Steven 其實現在這個 聯邦省和市政府呢 在過去這大半年來呢 是每天都落弱的了 我們的聖誕老人 每天11點鐘就站在咪前 1點鐘就肥老仔 北方省長 兩位每天都會給我們一些最新的信息 其實現在今時今日 在政府的層面 特別是聯邦政府 還有哪些東西 是可以資助到我們的中小企呢 因為大企他們真的站得好穩 我們不需要我們去幫忙 是中小企需要我們這班 商會的出錢出來的人幫忙的手 那麼你也都看看 你們蕭西加華商會 最近也都做了一些出錢出來的事情 其實你如何協助商家呢 是啊 因為我們都知道 小商家呢 尤其是餐飲業呢 就非常之困難的 所以在疫情 一開放回可以堂食之後呢 我們商會立刻 部署了一個運動 或者campaign 就是鼓勵一些 本地的市民出來消費 我們就聯絡了很多商家 主要是Mississauga的商家 他們提供一些優惠 或者買多少錢 送一個餐 之類的東西 我們用了我們商會本身的資源 和reserve 去做這件事 我們完全一個線都沒有收到我們的會員 我們只不過是想幫他們 提供一些誘因吸引消費者去消費 我們的目的就是撐經濟齊消費 其實我們出了這個報告人之後 過了兩個星期之後 Bufford都說這件事了 就是希望大家都盡量出來消費 外賣也好 房子也好 盡量幫一些中小企 其實這個是和政府的鼓勵 都做了同樣的事情出來的 在目前來說 我們做了那些招牌之後 我們會放在中西文的報紙裡 刊出來 市民可以拿那些招牌去消費 拿到一些免費的食品或者支扣 其實最近政府出了新的租金補貼計劃 是由租客去申請的 是真的相當好的 因為我發現很多家人的業主 是不肯做這件事的 他們真的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因為很多時候現在大家知道 簽了一些商業的租約 多數都要簽了個人的擔保 其實走不了 除非你連個人都要破產 所以進退兩難 他又不肯申請 你又要交足租了 但是現在改了這個新的做法 商戶自己本身可以申請這個租金津貼 對一些中小企能夠過度性來說 都是一些幫助的 但是時間可能有些難度 因為10月份的租約先交了 要到11月才申請 所以希望他們能夠捱到這兩個月 除了租之外 Steven 政府最近宣佈 因為安山順有第二波 政府還有其他特別的東西 是可以無論在工資 或者是銀行貸款 是不是有些新的東西出來了 是的 一般的企業 他們早前開始的時候 申請了4萬元的銀行貸款 2020年年底還3萬 只可以留1萬用來做運作用途 最近再加碼 可以多申請2萬元 兩萬元之中 將來只需要還1萬元 自己可以留1萬元做運作 另外就是新金津貼 新金津貼的補助 仍然都繼續運作到年底 那麼 那個百分比 方法計劃 就不是 純粹75% 可能多些 亦都可能少些 就看看你這幾個月的 銷售和上一年的比較 或者和年後的比較 是多少 有條比較複雜的方法計劃 但是這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是的 首先另外一樣 我想問問 剛剛 Steven 就說了地產那一部分 Joseph 你是做地產的了 那麼上次在 上半年的節目裡面 我們都說了 因為這個CRA 是令到很多業主 因為業主要自我犧牲 就是要自民地算 又要鎖錢出來 又要自己做申請 又要找律師去做這件事 又要付費用 那麼基本上 是很discouraging的 那麼現在這樣做法 你覺得你手頭上 那些業主 是不是會鬆口氣 可以收到租呢 在租務市場 是不是Steven所說 大家都是需要交付租的呢 問題就是 因為剛剛開始 很多租客 現在才考慮申請的時候 都有一段時間才批 那麼業主 就不管你的了 我繼續收租 但是現在有很多個案在 就說 業主在招募租客 我們不要管 但是問題 都需要一段時間 才知道實質 因為業主根本未必知道 譬如我是租客 未必知道我申請了 我拿了錢之外 那些錢會是給我 還是如何 業主是不知道的 所以就說 過程是怎樣 我們都不太了解 所以就說 可以清楚一點的過程 批了下來 會不會通知業主 只會說我租客代替下去 或者是怎樣 我們不知情 Kennie,你可否猜一猜 肯定沒有人發生什麼事 純粹現在就是 麻煩你開咪 開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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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估計 這些錢落到租客 我想都是一樣 他們是要給2025 所以我想在政府和他們的合同裡 是規定他們收到錢之後 要交回2025%給業主 因為業主要繼續收他們的租 所以他們是再貼給他們 所以如果他們是完全不交租 只是拿了政府的錢之後 我想業主一樣是要租他們 他們一樣是要關門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欺騙不了政府的錢 應該是 嗯 我希望在所有的詳情出來之前 大家拭目以待 Michelle 你是約克區 一個人看著 朝以北幾個城市 你一個人看完 突然間在星期四 宣佈星期一 約克區都要進入第二階段的 改進式的一個封鎖 那麼在約克區封鎖裡面 你覺得這個封鎖 來得及時 還是來得不必 還是說這個封鎖 影響到已經 哪一式的商戶 再做下去 已經基本上 28天後 可能 就是回乾癡一朝 沒得再回頭 而且你看看 是不是28天 是不是multiple的28天 那你看看 其實你看看 約克區 還有你們商會 會跟這三個市 會不會有什麼 interaction 就是有沒有大家的接觸 可以令到這個封城 封得更有利的呢 這個封城 是不是封得很無理呢 因為為什麼 做facial那個就不准做 但是做指甲那就可以 那如果做facial那個人 是包著臉的 那客人包著臉 是不是可以呢 那怎麼做指甲 做指甲 大家包著臉 就可以了 口罩一個戴的 不用兩個戴的 為什麼要這樣來 去阻止一些行業做 這個阻止 這個頒布的令 是不是一個很合情合理 還是泰人迷呢 怎麼看呢 其實呢 多不多開始是封城 可以說 轉了第二期之後 其實我想 在我們約客區 很多的商戶 他們已經 都有一些心理的預備 可能呢 這件事會發生的 但是都想不到 會來得這麼快 那當然我們很多的小商戶 他們都會不開心 那會受到生意 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其實我們都不希望 這個情況會出現的 那 譬如好像餐廳那樣 他們真的很辛苦經營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很多人都就是說 希望呢 我們的商會 可不可以反映一些意見 給政府 其實希望這個封城 就時間 不要那麼長 那但是 是因為現實 還現實 那雖然是 就是不開心 但是希望我們商會 其實都跟很多商會 去溝通 那 首先在精神方面 我們會安慰他們 那等到他們 在精神上不好 接受不到 去面對這個難關 而另外一方面 我們的商會 也都會跟三級政府 很緊密地聯絡 將這些商戶的意見 反映給政府 看看可不可以 有些更好的方法 去幫助到我們的小商戶 例如好像餐廳那樣 如果現在唐食不可以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鼓勵 政府是不是有些計劃 鼓勵到給他們 去外賣 或者是 是不是給一些資金 幫助他們做多一些暖牢 等到我們在外面 都可以繼續 這個唐食 等到這些餐廳 不好 就是說生意 因為28天 和未來的 不知道多少天 就是會 可能面對很大的困難 會封閉 會倒閉等等 我們都不希望這些情形出現 所以我覺得商會 最主要是一個橋樑 幫助到我們的商戶 將他們的困難 反映給政府 亦都通過 作為一個橋樑 希望亦都跟三級政府 特別是我們的市政府 跟他們談一談 將我們一些新的概念 一些新的想法 跟他們溝通 看看可不可以行得通 是有些有利的方法 去幫助我們的小商戶 還有像Ben Kenny 在我們的商會 我們有很多這些人才 其實他們都有很多很好的想法 我知道 有很多想法 想到出來 還有一些商戶 譬如在政府的政策方面 他們又不懂得如何明白 了解 我覺得我們的商會 有很多的專業人才 會計師 律師等等 都在各方面 可以幫助他們解答這些問題 例如我們有些商會 或者是有些商會 直接打電話給我們的商會 我們都在這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去幫助他們 是 Sulisa 你是代表多倫多華商會 多倫多的小朋友 十分之頑 因為不是他們那麼頑 都不會有那麼多人 突然間天天天 多倫多代表了半個省的染病人 那麼你們多倫多華商會 其實在一個舊式的城市裏面 你們的會員大部分 都是多倫多的城市裏面 當然現在的商會都沒有地域 但是你們是在四十幾年前 已經在多倫多發職的一個 協助多倫多 由唐人街開始 一直由Nexo打到上Steals 都是屬於你們的管轄 那麼你們去教育你們的會員裏面 或者令到他們是執行 這個政府的Social Distance 也好 或者戴口罩 你們有沒有人會員和你們反映 或者有沒有市民和你們反映 因為上星期我告訴你 就是我剛剛新上任 很多事情我都要承接上一屆 看看他們做了什麼 我要一路去做 其實在這個星期 我自己本人已經積極聯絡了 John Torrey的辦公室 他們也有人回覆我們 應該在未來的11月 我們會和市政府有一個會議 其實我們已經是 路路續續收集了一些小商務的資料 以及他們的意見 其實我今天來加入這個會議 都可以給我很多訊息 其實我不可以說 那個問題是 只是多人多 約克區還是哪裏 其實整體是一個安省的問題 其實我都可以借助 收集到這些資料 在他們開會的時候 一應相應的反映給 我們的市長和政府的部門 其實我們之前 我上一屆的會長 Evan Child 他本身都一直在做一些 一些收集資料的工作 我和他談過 在第一個疫情之間 他們通過我們有少少 和BIA唐人街合作 我們也有幫一些小商戶 在解決問題 如何借貸 他們也有回應 但是現在第二項 其實我們都感覺到 對所有商戶 都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局面 其實我們可能集中了 在餐飲業 其實除了餐飲業之外 其實有很多行業 在今次疫情 都可以告訴你 我指有其他行業 都跌了差不多60%至70%的生意 其實我也會收集這些資料 向有關政府部門一應 去反映 其實大家今天都看到了 多倫多市長 今天在多倫多市議會 已經有動議過到了 而且一致的 大多數通過了 就是在未來的冬天裡面 多倫多市會繼續容許 和寬鬆的政策 去應付那個 環節性的露天查座 露天的食肆 讓食肆能夠有一個機會 繼續喘氣 我不知道 Alec 你是一個很活躍的 萬錦居民 是 其實萬錦有沒有一些這樣的動作 是繼續可以鼓勵在萬錦市的 所有餐飲業 可以有一個Pateo呢 其實Pateo那裡 最主要是Weather的問題 天氣不太好 就算好像今天有太陽 下午都頂不住 坐一會就走了 所以在Pateo那個做法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做被熱 但是這個熱 其實都不是幫助很大 所以入了一刻就不可能做 下午可能可以勉強做 所以其實那個28天 差不多一個月 沒有生意 不可以做生意 其實都是幾頭赤的 而且你現在去到 可能去到11月中 如果疫情沒有改變 它就繼續增加 然後去到12月 可能疫情還是繼續 現在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停 As long as number 還持續在高位的時候 我想聖誕節都沒有什麼好過了 這個是相當之擔憂 萬感市似乎 在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聽到一個醫療公司說 說在1月1日至9月 在那幾天 是增加了49%的COVID case 所以他們擔心 所以申請 想封鎖28天 就是一個更改的行程 所以 你繼續 我擔心 因為Toronto 的數目也很高 可能他們那邊的人 帶了 那些人過來 你知道我們是沒有 相關的 如果在Toronto 找不到食 上去Nord region 也會複雜我們的問題 在那方面擔心 它唯有可能 跟其他GDA的城市 就不如關掉它 因為大家都知道 剛才Michelle說過 省這個希望是可以 多一點防護的設施 是可以給到商家 讓他們可以投資下去 然後令到客人有信心 我知道 聯邦政府撥了1200萬 省政府聯邦政府 如果我沒有說錯 是付了1200萬給 Ontario Chamber of Commerce 就給大家 商戶去申請 每一戶最多拿5000元 去買PPE 其實這件事 Kenny你身為會計師 你覺得這些東西 對於 和Steven也好 你兩位覺得 你給5000元一些商戶去買PPE 你其實有沒有幫助 現在是缺PPE 還是這5000元 應該更廣泛給大家去用呢 我同意 因為PPE 其實 口罩這些 很多人都有 其實我自己的辦公室 我都花了大概2000多元 在聘用膠板 在聘用膠板 以及在員工的工作坊之間 亦都做些膠板分隔 來減低感染風險 所以這個費用 其實也是有幾大的費用 如果一間餐館 或者其他人 他們要做這些防疫措施 可能都需要幾千元 其實我不知他如何定義這個PPE 其實他應該說得容易 定義是否其他防疫措施 都可以包括在裡面 就會幫助到商戶 為什麼呢? 對 其實那個定義都幾講的 很多東西都包括 我發覺有一個是幾好的 就是說他 鼓勵一些商戶 做一些網站 或者網站 將它轉型 因為現在你不可以 取消消消息的 其實是不不錯的 因為現在政府津貼了 一個租金的資料 人工的資料 也津貼了 那個優惠已經少了很多 如果你能夠取消消消息的話 其實還可以長大這個時間 取消消息 要做很多事情 第一,最好能夠做到網站的訂單 現在這個5000元 是可以讓你用來 升級你的系統 做這件事 所以都對一些 原本沒有打算做這件事的 小生意 可以利用這次的機會 去升級你的系統 做這個網站 其實不知道這個 PPE 能否包括 因為在戶外 我要買暖爐 都是屬於什麼 因為你現在要 我不可以室內去做一個堂食 我一定要做Pedio Pedio我需要暖爐 現在那些電暖爐 或者電暖爐 已經全部購入了 基本上買不到 如果你要買的話 是否可以政府津貼呢 這個我不知道政府 你兩位 剛才 Steven 你有看過 那張清單 是否包括賣 這類的東西呢 其實暖爐 剛才Aleka 也說 不是那麼Pedio 因為現在入冬的話 很快就不會有人 再坐到外面 吃西畢風的了 所以 其實也不是 適合到很多地方 例如 Mr. Star 不是很多 餐館有地方 做Pedio 服務 是很少的 就算做到 也是很少座位 所以我發覺 他們 與力做回 其實 可能對他們幫助更大 其實我有個客人 因為疫情關係 他主要做 Take Out 生意 在五、六、七月這三個月 銷售多了40% 所以 每一個生意都會受益 其實我 有個問題想問一下Aleka 順便 For Take Out 最近我見到 有些 Take Out 已經不可以用 那些 Phone Box 是一些紙的 Box 我相信紙的 Box 應該是貴過那些 Phone Box 那你有沒有覺得 政府這個時候 推出這個措施 是 不是很時機的呢 是的 Markham 現在不收那些 Phone Box 那時候 可能是 他們想做 這個 Single Use Plastic 的 Banning 這是一個 Step Moving Forward 一早已經計劃 那為何他們考慮 推遲一些 是 因為我沒有去過 Council Meeting 所以 其實 都可以反映給 Council 通常 如果很多人擔憂 其實 他們可以檢查 推遲一些 私事行 我覺得 生意已經這麼艱難 風不太好 但是 時間表未必 是可以大家設定的 是吧 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突然的 其實都 那 接下來我想跟 Michelle 或者 Theresa 或者 董事 講講 如果大家講不完 我們休息完之後 我們可以在下半節 繼續 這個問題 就是 今天來做一個統計 就是 無論樓市 和過去相比 無論消費 都有 全部的升幅 那 我們到底是不是生意萎縮 還是部分生意萎縮 為什麼那個零售是升幅 都頗大 每一個行業都有一定的升幅 那政府也都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GDP的計算 就是生產 加上政府的開支 加上我們的淨出口 就等於我們的GDP 其實 我們的政府放了二千多億 在這個市場裏面 不多不少 都會令到大家 那個購買力高了 但是 我們政府現在還要不斷地給錢 一些行業 我覺得 其實有一些 其實是夕陽行業 既然 那個大體經濟是向上的 那些夕陽行業 我們是否應該繼續去支持 希望它說 疫情後它會生存呢 有一些行業 譬如旅遊業 他們真的打擊最大的 那 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基本上看不到 它復甦的時間表 那如果繼續給什麼 其實基本上就是 鹹水海一樣很難聽 那是否有些行業 應該跟它說聲 你們都是暫休 譬如AirCanada 不如你暫停休息 你不要再拿飛機 或者請一班人回來 反正沒有用 你起碼未來 現在它只是在運送 買了一些十的乘客 這麼快判它死刑 是啊 因為 不想給個假的希望 他把那些垃圾人的錢 放進一些 是沒有可能 復甦的事情裡面 我想 或者蘇淑說說 先說 是否應該再幫他 應該來說 好像你這樣說 假希望 要他們 把袋裡的一毛錢 含出來之後 才叫他 乾死的話 我覺得 很好的做法 原來是 整個世界在轉變著 適者生存 是否應該 政府想想 有什麼新的事情 可以做 才是像你這樣說 即是給個假希望 而令它死得更快 其實政府需要做的 就是整個營商環境 讓大家感受安全的 去到哪裏 我們都會覺得 感覺是安全的 我們下半場 可以說 重點說這件事 好嗎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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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鐘 好